最近在改造儿童房 把旧的物件临时放到了客厅 这下就不得了了 因为这第一件物品出现在了这里 其他的区域也都会跟着连动的乱的停不下来 索性我给家里做个整理 换点新的感觉 好 先去买点生脑工具 可是每次逛宜家我们都要注意 停下来就迈不开腿了 人们永远会为美的事物花时间 可是今天是有任务的 不能停 嗯 继续加油吧 赶紧找到我要买的东西 好的 宜家的部分买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转场去另外一个商场 这个商场大家也很熟悉了 就不用介绍了 我特别喜欢在他们家买文件盒 因为尺寸特别丰富 尤其是他们15公分宽的那个文件盒特别好用 无论是放锅 放杂物 放什么东西都好 当然 放文件也很好啊 好了 买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车回家吧 道具买齐了 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整理收纳了 之前我的书柜按照色彩完成点法 把书分成了五彩色和油彩色两排 这一次呢 我就把它全部合并到了一排 视觉美感呢 是这次改造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买了很多的装饰品 比如像刚刚看到的灯啊 还有这种有造型的花瓶啊 都是这次改造的一个特选产品 然后我也学着博物馆做了一个开放式的书目陈列区 我临时用相册代替书做了一个展示 为了加强视觉的美感 我也把之前的纯藤边的收纳框 变成了文件盒啊 厨箱啊等多种样式 收纳箱的藤边框呢 尺寸更多一些 它能让我的整个收纳的感觉 变得更加多元化 视觉上会增加更多的一些对比感 还能将收纳的物品 才分成多个类目的小块 做完成练 要把家里多余的一些东西给搬走 用不到的茶几和露地灯直接处理掉 物品减少后的空旷感 可以通过增加用得到的元素 小铐垫什么的 来增加身体和视觉上的舒适感 我还给地上铺了一张牛皮地毯 这种非规则性的剪裁加渐变色 组合起来之后呢 让客厅的时尚度和它的一个活泼感 立马就体现了出来 所以整理室的家也不是一直都保持着一个调调 其实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给偶尔的乱多一些容忍 说不定它能激发你的灵感 让家变得更加有趣了呢 所以跟我们一起来收获更好的生活节奏和生活质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